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雄 今天我們受著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整體來說天色都算不錯 以及天氣都比較乾燥 我們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就看到 整個沿岸地區其實雲量都不算太多 所以陽光都挺充沛 所以各區最高氣溫 大部分地區都上升到29度或以上 不過是這樣 今天的時候也有一些厚實的雲層飄過本港 我們下午在太平山頂看到一些厚實的雲層飄過本港 而在雷達圖像也看到 這些厚實的雲層都為市區帶來一些微雨 而至於之後的天氣 我們預料之後的幾天都受著東北季後風影響 沿岸地區天色都會不錯 回到今晚知道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是大致天情 初時部分時間是多雲的 以及有一兩陣微雨 而明日日間的時候天氣乾燥 氣溫就介乎在24至29度之間 風方面是吹和喚的冬至東北風 明日風勢是間中清靜 而至於展望方面 受著這股東北季後風影響 之後那兩三天就會是天情乾燥 今節的天氣節目我就講到這裡 逐來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